在冷爱维问答中,常常发现很多问题,大都是自己和身边人边界不清所导致,当然,你我所经历的生活中,边界不清导致的问题也层出不穷,比如,有时候我们无缘无故,就被周围的人侵犯,他会直接翻你的桌子,他会很自觉地吃你的东西,他会翻看你的笔记本,他会翻看你的手机并且不停地刷, 有时候,我们也不知所措地被别人发脾气,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在干嘛呢,怎么这样,你们不能尊重一下,问你把我当什么人呢,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入侵别人或者被人入侵,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个人边界,也看不出他人的边界,什么是边界,个人边界也叫做心理边界,这是个人所创造的边界, 个人边界就是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给自己划的一个圆,这个圆圈里内就是我们的内部世界,这个圆圈之外的就是外部世界,在这个内部世界中,我们的每个问题都有解,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,在外部世界中,所有的问题都不一定可碰,通过这个边界,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合理的,安全的和被允许的行为, 以及当别人越界的时候,自己该如何应对,边界不清的影响,边界不清的人,会给自己带来痛苦,当这个圆出现缺口,或者边界变模糊,就产生痛苦,这个痛苦就在于,你想要控制你无法控制的事情,边界也开始干涉本身只属于你的事情,在两性关系中,存在一种典型的心理边界缺失的情况, 有的人总是希望对方能主动或被动的为自己改变,会认为对方若能为自己改变,则他是爱自己的,则自己是幸福的,若不能,则不爱自己,自己不幸福,又会陷入抱怨和改造他的循环之中, 同样,边界不清的人,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,自己没有清晰的边界,自然也不太会尊重别人的边界,所以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, 你可以随便换我的手机,那我也可以开你的手机,你喜欢我什么东西你可以呢?那我喜欢你什么东西我也可以呢? 没有边界,似乎给人看起来很亲密的假象,在时间长之后就会发现,我不是我,你不是你,我们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亲密, 当一方感觉不舒服的时候,他会开始远离你,会向外寻找个人空间,如何修复心理边界,修复自己的心理边界,就是给自己一个保护自己的安全空间,也给别人一个可以自由独立的空间, 01分清你我,还有我们,在关系中,去分清楚你,还有我们,去构建一段比较健康的关系, 01分清你,首先,我们要做的就是理性的去看待别人对我们的攻击,我快饿死了,你借点钱给我吧,这是在利用你的同情心,你快回来吧,你不回来我都睡不着,这是在利用你的愧疚心,你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,不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这是在利用你的恐惧心, 聪明人能看破不说破,心里边界清晰的人,面对以上的被动攻击时会明白,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好不好,也许会和自己有关系, 但事情会怎么样发展,最大的责任还是他自己,因为只有他能够完全的控制他自己,所以,就算别人一哭二闹三上吊, 也别过分的因为自己的愧疚,兴许或恐惧心理,而过分地承担了别人的责任, 02我们要去问伤与害,吃糖不会伤到我们,吃多会害到我们,白癌会伤到我们,但不会害到我们, 在不同的关系中,边界一开始似乎就是一种生硬的会伤到我们关系的关圈, 没有边界就像拥有一颗糖,一开始让人感觉贴贴的,吃就吃多了,感觉的就是胖和病, 我需要每天两小时不被打扰的时间,是可以被允许的, 我需要有几个经常来往的异性朋友,是可以被允许的, 像以上去矗力和告知自己的边界,一开始就是会伤到我们的关系, 你再确定,在后续的时间中就不会害到我们,一段关系好的关系, 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,完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, 在清晰的边界中,我们就能拥有自己的一, 同样还能创造我们共同的超出一的部分, 03我们需要重点自己的边界,减少自己对别人的控制, 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控制,这样可以开始重点自己的边界,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得记住关键词,温柔的拒绝,或者是温柔而坚定的拒绝, 在这个拒绝过程中,我们一方面要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 也得顾及别人的感受,所以我们需要先肯定对方的动机, 再说明自己的现状,之后给他一个期待的方案, 例如,你是单身,爸妈在催香前,你可以这样回复,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,关心我的人生大事,肯定对方的动机, 但是,之前平凡的相亲,让我现在对一心没有兴趣, 刚好现在事业也是处于上升期说明现状, 这样怎么样,我这半年现在停讨论相亲的事情, 你们也可以先观察周围有没有适合的, 我自己也先缓一下发展一下事业, 调整之后爱情事业双发展期待方案, 从会说不开始,我们就在争取自己的权利, 争取自己的空间,到现在长大了, 我们也同样是要通过说不来维持我们的自由空间, 只是这个不要变成有效的拒绝, 反正听别人的话,也不能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, 所以干嘛不听自己的话,反正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, 就要对别人的安排说不, 所以干嘛不拒绝,以自己为中心, 以你舒适的距离为半径, 给自己化个圆,在这个圆圈里, 你就是自由的,谁可以进你的空间, 你说了算,你可以进谁的空间, 别人说了算,做着你境遇化任词寻师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